嗨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的槓鈴臥推 槓鈴臥推是我們健身房常見訓練我們胸肌的動作 OK 那我們就坐上我們的臥推椅 那記得如果有護槓的話 希望一定要把護槓架上 那架車的高度希望高過我們的脖子 避免我們砸下來的時候會壓到我們的喉嚨 導致危險 好 那下躺之後 讓槓鈴的位置放置在我們的眼睛跟嘴巴中間 不要躺得太高也不要躺得太低 OK 那兩隻手握具的寬度希望的話是 可以由我們的肩框為主稍微略寬一些些 那寬窄都有個人的喜好 那大家可以多多嘗試 好 那我們就把重量推出來 那起初我們穩定在肩關節上方 OK 那吸氣往下 我們將槓鈴落到我們的胸口 胸線獨頭連線的位置 吐氣再推上來 吸氣下 吐氣上 操作槓鈴握推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的前臂都是可以跟槓鈴是垂直的 那下方到底的時候是垂直的 上腿到底的時候也是 我們不要出現往內夾 或是我們肩膀往外開的情況 那這個動作 基本上在我們寬窄握的時候也是一樣 這個動作的軌道呢 我們並不是完全的直上直下 而是它會從我們的肩關節上方下方的時候 然後做到我們原來的股頭連線的位置 然後再回到肩膀正上方 今天槓鈴握推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個訓練動作見 隔著